COOTELL MY BOOL 盧文哥 老房子經過這樣裝修 變了一個風貌耶 對啊 老房子先解決他的舊友的問題 在做室內的裝潢 而且很多老房子它的供水管路 都往地面下走 這間可不一樣 那它是走旁邊呢 還是繞著房子走 它往上走 因為擔心會漏水嘛 會影響以後的鄰居 所以我們的屋主特別要求我們的設計師 將供水管路往天花板移 另外還多隔了一間衛浴 這麼好喔 那這樣就不用像我們家每天早上起來 都要搶浴室 下午今天就搶不到浴室用 現在我們只在這個區域呢 就是玄關之後的多功能修器區 對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我們屋主 他平常吃早餐啊 看報紙的一個空間 等一下等一下 吃早餐看報紙 不能在餐廳的餐桌 為什麼要特別在這一區呢 那邊是家人一起用餐的空間 那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屋主他是個老爺爺 屋主是個老爺爺 對 啟事的老爺爺 爸爸的話大概是九十幾歲 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你剛才說的爸媽小孩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四十歲 三十歲跟五歲 而是九十歲 八十歲跟六十歲的爸媽小孩 是啊 所以這樣講就有道理啦 爺爺級的爸爸喜歡在這樣子一個餐桌 看報紙 對啊 吃吃早餐 我覺得這個桌子不只可以吃早餐 它的大小還蠻適合做 一種休閒的娛樂 有氧運動的感覺是不是 對 是就是特別做的 就是定製一樣的大小 所以是爺爺的喜歡 是奶奶 奶奶 對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媽媽 對 而這項休閒的娛樂啊 也跟中國風 跟這邊的味道其實蠻搭的 對啊 所以在這個空間 我們特地幫屋主就是選了這樣子 比較復古一個復古的湛藍色 湛藍的顏色 其實是蠻罕見的 對 它本身還有一些就是 刷紋的紋理 對 放了藝術品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端景 那它其實把這個畫作拿開的話 它本身也是一個很很特別的一個襯底色 顏色很特別 它本身就像一幅畫的味道 對 然後看到的這個斗櫃 它其實是比較低的嗎 對 是比較低的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這一次 特別幫屋主設計的一個家具 這個櫃也是很特別設計的 對 我們一般看到的斗�高度 都大概比這個再高個二三四公分 對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我們天花板的高度也比較低 是 那我們希望就是上面留這一段 放畫作的空間 它可以比較 比例上面比較高一點 那再加上說 我們在這邊使用桌子的話 對 這個高度它會比較適中 對 其實啊 如果在這邊看報啊 或者是做有氧運動的時候 拿取東西會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在幫屋主挑選一些藝術品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考慮到的 第一個是可能藝術品本身 它有沒有一些故事性 可以跟這個空間做結合 對 那另外的話可能就是說 它的材質跟色調上面 它的顏色啊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的整體空間 可能是比較跳脫 可能是融合 這個其實是比較不一定的 那再來一個就是 你擺放空間的比例 怎麼樣的牆面 它應該擺放 怎樣子比例的 浮寬的一個畫作 或者是說雕塑品啊等等 我們開始說到玄關 我們從正面看來 對 如果你去特別搭建那個玄關 薄薄的一片 在這個空間顯得突入 可是現在裡面 兩邊都有它的作用在 對 如果說我們在一個空間裡面 去界定一個 就是我們把玄關 放在這邊的時候 那我們看到一個單薄的櫃體 對 那其實我們這樣子做的時候 讓它兩邊都有收納 那側邊看起來 比較像個隔間牆 而不是一個單純的櫃體 是 不僅不會突兀 也讓這個空間 三方都區隔了出來 對 說到這個三方的空間區 可以看到 這一個吃早餐的地方 往前是我們的 餐廳跟廚房的位置 而且啊 像在這個開放式的廚房 其實是 更需要跟家人互動 因為它是三個方向 包括廚房裡面 還有餐廳 還有這個多功能的收集區 對啊 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中心點 那我們的客廳 餐廳 廚房 都圍繞在這邊 那這裡的話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空間 是 對 像是我們後面這一道 隱藏門來講 它這個地方打開的話 是一個客房的空間 好像一個小客廳喔 就是一個客房的空間 對 一個客房的空間 一個起居室的感覺 是 像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就是客浴的部分 客浴看一下 對 明亮的客浴 對啊 這邊本來是沒有這間浴室的喔 啊 這個家沒有衛浴設備喔 沒有在公共空間有衛浴設備 全部都在臥室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是你 無中生有創造出來的 對 可是一般不是想說要創造一個 衛浴或是移動它的位置 我們都會擔心水啊 電啊管的問題啊 其實一般人都把這個想得很難 但是其實只要你在施工上面 把一些細節注意好的話 其實就沒有這麼的複雜 對那像這個地方 其實它本身 本來就有一個管道間在這裡 是 對 那我們在現場勘察的時候 發現說這邊有一個管道間 可是卻沒有被使用 喔 對 但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這個地方都是公共空間 是 那我們就覺得說可以利用它 來作為這個地方的客浴 廚房陰暗狹小 也是許多老屋的病症 設計師拆解了原本的隔間 整合了廚房和餐廳的空間 讓廚房變得更為明亮而開闊 每當屋主家人從國外回來時 這個地方就成了 彼此聯絡情感的好地方 而老屋常見的老舊水電管線 除了依屋主需求 重新評估用電承載量 全室更新外 黃陵芳也重新將管路位置 移至天花板上 方便日後維修 向外推了10公分 加大了走廊的寬度 無障礙走道的設計 提貼年長者行走 或旅居國外家人回來時 拉行李的方便 走廊的照明 也使用了感應式的燈具 既節能也兼顧到居家的安全 屋主他們有很多的家人 其實都回來這邊居住 所以其實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要考量到 他們每一個家人 他有他的需求 對跟他們就是去為他們的生活習慣 就是去想的一些比較細節的部分 他都會跟我們做討論 那這中間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說他們大家都在國外 那回來的時間比較不一定 對所以我們等於就是花了很長的時間 這個設計其實大概有一年左右 其實就是在等待他們回來的時候 跟每一個人就是去討論 那盡量讓這個空間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 還有一些就是因為他們是 比較年長的成員居住 所以我們在無障礙的設施上面 還有一些就是環保綠能的一些應用上面 就在這個部分跟他們溝通上 也下了蠻多的功夫 老舊門窗的更換 也是整治老房子經常會遇到的問題 設計師選擇雙層窗全式更新 除了兼具隔熱環保與隔音的雙重機能 也實現了綠設計改造老屋的理念 次卧利用床頭與書桌的結合 不但在有限的空間裡達到最大的使用率 精算過的高度 剛剛好讓屋主坐在書桌前的視線是整齊一致的 而床頭的避燈也可直接當書桌的閱讀燈 及床頭燈兩用 牆上的投射燈則是以誇張的手法來點綴空間 房間角落的藝術品更是以躲貓貓 你在找我嗎的趣味性 讓老屋多增添了活潑的元素 這邊是主卧室 主卧的區域包括了很大的書桌 床 更衣室 更衣室 還有衣室 衣室 主卧的整個的氣氛也蠻適合 算是我們的年長者的一個睡眠的需求 同時也符合了整個家的一個調性 對通常主卧室來講的話 我們都會讓它延續到外面的空間 對它是一個連貫性的 那它的色調上面來講 我們就把外面的木皮啊 還有就是一些烤漆的材質就延伸進來 壁紙的部分我們也特意挑選到這樣子的色調 它進來的時候就會覺得這個空間是很舒服的 你一邊說壁紙 其實我一直看的是床頭燈的部分 超前衛的感覺 我們這樣看它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它是一個不穿透的材質嘛 不是嗎 看起來像不鏽鋼一般的感覺 可是當我們把它打亮的時候 它是穿透的 對 你會看到它裡面的那個燈泡的部分 其實這個屋子啊 它的屋主其實接受你很多的設計的風格跟想法 像新的東西包括了藝術品 也包括了這幅畫面 對 像這個畫的話 其實就跟我們的空間一樣 其實我們特別有幫屋主挑選 因為它其實是我們中國 就是比較水墨畫的畫法 對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它的一些 畫作裡面的一些元素 反而是一些西方比較詭諧的一些畫縫 喔 中國跟西方 傳統跟現代 對 新跟舊的融合都在這個家出現了 沒錯 後面還看到的就是我們的更衣的空間 更衣室的空間 對啊 因為其實屋主他們常常會有出國的這個需求 所以他們的行李箱的一些置放空間 是需要比較大的 喔 需要很大的置放的行李箱 對 可以置放非常非常多 接著我們來看看他們的衛浴的部分 對 其實你可以注意到我們其實是沒有門檻的 喔 他們有一個高低的落差 對 這是一個無障礙的空間 是一個無障礙空間 因為我們居住在這個房間的主臥室是比較年長的一些長輩 是 所以我們就特別注意到這個部分 那方便它以後的使用 那為什麼在門口的部分還再多加一個集水槽 應該裡面做集水槽就可以了 對 正常來講應該是裡面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們這邊也有做卸水 可是因為外面的地方它其實是直接平接過來木地板 所以為了要再多一層的防護 所以我們在這邊再多設置了一個 喔 對 因此包括它的地磚應該也是止滑磚 對 止滑磚的話 我們老人家在裡面的話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對 那在門的部分是半透明的 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讓光影就是帶到裡面 對 那我們也可以從這邊就可以看顧到老人家在裡面的使用情形 喔 因為我們隨時要想到老人家的一舉一動 對 也許它在裡面可能需要幫忙的時候 是 我們透過光影 透過半透明 除了照顧到它的隱私 對 也可以稍微的了解它在裡面會不會待得太久啦 對 需不需要一些幫忙 沒錯 早期的老房子對於浴室向來叫不重視 不但潮濕陰暗又叫狹小 因此浴室的整治也是老宅再生的重點空間之一 可良屋主一家人大多已上了年紀 黃林芳在衛浴空間的規劃上 除了選擇玻璃作為淋浴隔間引進光線 並讓空間放大外 就連浴室門檻的高度也做了精準的拿捏 並運用了五星級飯店浴室常見的雙集水槽設計 讓老屋的浴室機能更為完善 同時兼顧使用者安全 我覺得除了說在實際的實用收納跟動線的考量之外 其實我們希望說可以藉由我們幫他挑選的這些畫作 藝術品跟家具的擺飾上面 讓他可以這個空間可以呈現出更有一種 就是人文藝術氣息的感覺 那屋主他其實也忙碌了大半輩子 那我覺得說可以在這樣子的空間當中 就是去沉澱心靈然後去享受人生 這是我們希望就是最後可以帶給他們的一個感覺 擅長老屋改造的黃林芳 一一解決了良柱過多 格局不當 廚房狹小 老舊門窗 未雨陰暗等問題 並融入黃林芳所堅持的綠設計 與屋主所需求的全靈空間規劃 讓老屋獲得了重生 將空間歸還給生活 成功搶救老宅 重現民宅的風華 大家看到的這個也是 也是二手也是舊的嗎 這個是全新的 這是新的 但是這一張 這張是全部都是老間的 這個是一家由Helmy的公司 所製造的玻璃纖維質 它設計是IMS 所以,我們先進去 是正確無法的 在自身陪路獲得 化一種細心 會有所謂的